寫鬼譜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希望一直寫是自己都害怕的 我盡量想做這些,但不知道怎樣做 其實我雖然想這樣,但我盡量嘗試怎樣才令我更害怕 不斷地做,不斷地改 最後去到《灰飛不裂》的高潮位 即是他發現了原來這件事的因由的位 那一刻我真的入到那個戲,我自己還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故事應該是成功的 我就是因應故事裏面的需要,而去製作小梅這個角色的性格 和男主角那些很偏執,很孤獨的性格 和女生,不知為何喜歡他,又有點老老 那些性格全部都是憑想像出來的 其實都沒有畫真人去存我 其實我對畫畫的畫法,就不會說很刻意地畫 這種就是我的風格,我決定困在一個框框的畫 我自己就一定要畫這種風格 我一向都是多方面不同的類型都嘗試 即是無論是在畫畫畫方面 至於你說,究竟有沒有人說 如果這樣,你就會很不穩定,很不固定 很不統一你的風格 那我又不覺得 我覺得我無論怎樣畫成是怎樣 如果你認識我,或者你知道我之前的歷史 或者看過的那些故事 我覺得你都會看得出是我的風格 或者在一個故事的講故事方式 又或者有些線條 雖然我的畫法不同,但是線其實都差不多 鬼故,多數一定是有highlight 下面打燈,側面打燈 那些黑位會比較重 而且我會盡量用多些線 即是平時我畫的漫畫 就不多說很多打網 但我畫鬼故就會用多些打網 因為那些打網會營造到一種 有陰森的感覺 即是,如果你看開鬼故漫畫 多數人處理的方式都會有些打網 那些尖尖的線都會營造到一種陰森的感覺 所以我也會用多些 我當時想的時候 就想有兩種不同的氣氛 在故事裡面 即是八位那些可能是正常 就像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平時的日子 但一去到陰森的位置 我就會進入那種打網的模式 即是我想營造兩個不同的 就像那個人的氣氛 當事人的感覺 至於那個漫畫 因為都是那一句 太久了,二十幾年之前 但故事和結構 構圖 我都覺得滿意 所以我都想到現在看 我自己就喜歡做一些故事的類型 都是隔了幾年後 希望都會出現 或者是老套 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自己看回 但線就覺得有些不太好 不太滿意 所以我就掃進去 然後就重新掃進去 那些線條 就想更漂亮 那些線條 這次出漫畫 就是希望效果會更好 其實原因都是這樣 因爲因應是這次出漫畫 那我就覺得想 再進入多一點感覺 手刀漫畫我覺得是有趣的 因為始終它人味是比較重 真的每一筆每一線都要點密去畫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因爲因效率的問題 如果用電腦就快很多 差多少 如果我以前的速度 一天畫到最快 如果起了稿 最快落墨都要一天的 畫一板 那現在如果用電腦 最快可以一天兩板 還有譬如我後面的氣氛 那些線 那些叫什麼 打網類似的線 其實我有時會打了一組網 就放進去寨廓 那裏 會拿出來用的 但是不會薄的 因爲我會左拼右拼 那樣 我是接受不到的 即是完全是 罐頭的東西 即是所謂的 我接受不到 我一定要自己做的 就算是寨廓也都是 那些線條是因爲很過人的 你說那些罐頭那些 完全是不會滿足到的 如果你說那種很過人的線條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做的 那些電腦軟件 也是Foloshop 因為用了很多人Fol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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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可以像手一樣 那些 shortcut 又可以很快 所以才能處理到那個速度 如果我用其他一些新的軟件 可能會比真的用手軟 那喜歡當然是真的用手軟 用手軟 即是你出來的那幅 那幅東西 你真是 我自己覺得有價值 真的 但是你如果用電腦 畫出來 編出來那些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那你如果可以 很慢時間 你也會感受嗎 是絕對是 如果我不受限制 我已經是大把錢 不用理會 我和我三餐 其實效率也是為了賺錢 味道 也有一點的 因為我小時候也住過堂樓 也有一點點情懷 真的很恐怖 我小時候也覺得很恐怖 試過我走掉 我媽媽不在 即是不知去了哪 那和我哥哥抱著兩個 很害怕地在電腦上抖 幸好有我 如果只有我一個人 真的很害怕 那這種就是堂樓給我的感覺 我不知道算不算親切 這種感覺 其實是童年陰影的 什麼時候創造 是小小童年陰影的 堂樓真的令我 給到我這種感覺 所以我選擇一定會 畫位置 兩、三十歲 兩十歲 記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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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知道 我很喜歡畫廁所 有些畫廁所 不是很可愛 為何要畫廁所 為何那麼喜歡畫廁所 或者是可以 那不是廁所 還是私人的畫廁所 整個畫廁所 整個畫廁所 你覺得我很害怕嗎 很難怕嗎 還是那些行動 令你覺得有些元素可以走出來 你這樣說起來 我覺得是自己真的喜歡畫廁所 其他漫畫 你這樣說 我都想起我畫過很多次廁所 喜歡 是喜歡 我不知為什麼 有什麼漫畫 例如有什麼作品 你也很喜歡 你未看過 有什麼欲動力 但你才靈魂多 都幾多 是的 有一套叫金魚 你應該未看過 金魚你看過 對面有廁所 可能是因為我以前 九十年代 有一段時間 很喜歡畫漫畫 有一個漫畫家 他畫了一個漫畫 我當時看到 他很喜歡的封面 很漂亮的綠色 他就是畫廁所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我覺得 廁所為何可以畫得那麼漂亮 可能是這樣 不是馬桶 是街磚位 有些管 首先水 事實我都認為 會跟鬼是有些關係的 但這個 這個知識 所謂的 我當時是不知道的 我畫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但是 為什麼我畫不下雨呢 因為我覺得下雨的氣氛 會令到人 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籠罩著整個人 會有些少少不安 或者是 會有些少少受雜的感覺 我覺得 下雨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氣氛 所以我才畫下雨 還有 行雷 那裡也是 行雷 我是想拿個效果 因為 閃光 然後反光 看到他的鬼影 水的感覺 都是 有些少少令人不安 其實我覺得 譬如這樣 我小時候也是很怕水 第一次去沙灘 簡直是害怕成人遭 就是 出去水面的時候 因為那種 你不能自主 好像是非常被動的感覺 其實 這件事 我想都是 如果你肯定要說 可能是深層意識 水對外國的不安 其實基本上 是有在的 它特別 我主要是想表達它 是好像 已經進入了一個 不能自控的狀態 它形態 就是 說話又說不到 其實主要是想 表現它的 即是它已經去到一個 究竟是鬼 還是人 還是 那些屏膚又掉進去 但是 其實 又不可以 直接說它是喪笑 因為它 燒完沒有了 它又會 變了腹骨 燒完當然 會變了腹骨 它有點明顯 對 其實 我也覺得它 可以是鬼 因為它又不見了 中間又有段時間 不知道去哪裡 如果它這樣的形態 應該會被人捉了 應該被人在銷 那一次 對 應該會被人報警 搞它 對 對 對 就是 在你的心目中 你有沒有指定它 究竟是 沒有人 鬼 還是人 沒有人 沒有的 總之我心目中想 表達出來 然後我再看 阿寶驚是甚麼 你總之就是 一種非人類的 對 總之我總之 表達成非人類的 但是它是壞的 應該是因為燒死了 你說了 就是我怎麼沒有人 大都沒有 它是一個 反正的 是被它斷零 對 它是不肯死的 我想它 只是不肯死 對 因為它一直下跌肉 它一直在腐化 吊醒它 就是有點像喪屍的 又不是完全是喪屍的 女性恐怖 女鬼肯定恐怖 是沒有能貴的 絕對是 對 女鬼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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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陰森恐怖的那種東西 但我本身就不是很想做一些 譬如我們聽過的鬼故 我會有什麼符 我說真正那些 即是我的符是作的 還有什麼王子那裡全部都是假的 我不想有一些真正的法 即是法科的東西 是放在我的故事 我是想有一點點 像伊藤人2那樣 那些鬼或者不是鬼 會更妖怪 因為這樣的創作性會高一點 即是它必須是鬼 它主要是一種不是人的東西 我就覺得是可以做到鬼故 喪屍就不太恐怖 妖怪比較恐怖 譬如烈口呂 我覺得烈口呂很恐怖 所以其實基本上很多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會做到鬼故 可能我看了莫葉豐太郎 它發展到成這樣 他那個真的寫得很好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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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出來你又撿到 噢噢噢噢噢 就是這樣 它就不是 你覺得它是不是鬼 烈口呂 是鬼還是妖怪 我覺得妖怪 所以我喜歡妖怪到鬼 我說創作上面 有一年我和我家人三個在家裡 那個格局就是我們三個全面一張桌子 我大陸在這裏 我的大叔在這裏 我就在這裏 那邊就是電視 那麽基本上桌子中間 是容納不到東西的 因為我們圍著的 我這堆東西後面就是我媽 我媽在這裏 又不知道在製作一些菜 處理家務的東西 那麽當時我們就這樣圍著在這裏 聊天 就說一些 我忘了說什麽內容 就是聊天 聊天 聊天 在我們三個人的桌子中間 是很大聲拍掌聲 是很大聲的 即是正常人很難拍到那麽大聲 一下就拍掌聲 接著我們三個呆了 面對面 只有三個聽到嗎 我不知道 接著我就射這盤 看著我大哥說 你聽不聽到 接著我大哥說 接著我再看一看我大叔 聽不聽到 接著我說 你聽到那些聲音在哪裏 接著我大哥 本來就在這裡 或者大家聽不聽到 對 完全聽不聽到 對 接著我們就站在那裏 是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有聲音在這裏 那麽大聲 而且是拍掌聲 正常人是拍不到那麽大聲 一下掌聲 是很奇怪的 那感覺 我最喜歡鬼的電影 就是一套叫做 黑澤青的一套 野鬼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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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突破的 因為我以前看的鬼片 例如日本的鬼片 它描寫鬼 就是這樣 白衣 長頭髮 那樣 就是 慢慢 陰陰陰陰陰陰的走出來 但是它 其它的野鬼回路裏面 描述很多種鬼的表現方式 其實它的故事不太順調 總之有野鬼回路 那它就發生很多事 那個匯磊其實是類似電腦、電線 一個通往由現實、真實的地方 通往一個怎樣可以跟鬼聯絡一個聯繫 他的意思是 但其實實際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他正確的 他利用這件事就不停地去表現一些鬼的表達方式 譬如有一幕是說有個人進入了一間密室 他說怎樣可以接通鬼的聯繫 他說首先我們製造一間密室 把所有監紙封在邊封所有窗 那個密室沒多久就會儲了一些鬼 他有這樣的描述,很有趣 其中有一幕最恐怖的就是 有一個男子進入了一個密室 然後他就看了很久,周圍看一看 看到後面有一個沙發 再定睜地看一看沙發後面 有隻鬼慢慢地升上來 好像反過來 我忘記了他怎樣 總之有一張沙發 有隻鬼就慢慢向著他 慢慢走 很古怪的 即是我的特特 是他首先做的 以前那些鬼捕是不會這樣做的 他就走到古靈精怪 但是中間還要表面跌一跌 哇,恐怖到 接著那個人是躲去 我記得好像是躲去 躲去那個沙發後面 再慢慢地跌上來 摸一摸它 然後隻鬼是這樣 這樣跌上去 即是這個之後的那套什麼鬼 又是學了他 那套奏院 之後的奏院都承接了他這套系統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 譬如《貞子》、《咒院》 所有這系列的鬼電影 的原始祖 都是由這套黑澤青的《野鬼回路》開始 我自己認為 望月潘太郎的 他好像叫做助夫女 日文叫助夫女 即是戀口女 我覺得這個很好 還有這套藥意 不用說 即是很多短篇 我講不出哪本 因為多數都是短篇 我記得那個魚 那套叫什麼 即是魚上去岸上 然後夾著人 好像那個機器一樣 那些魚 就這樣叫魚 就這樣叫魚 那個很深刻 那個機器很有趣 因為它的線條 你看到兩位漫畫家 都有一些不同點 他們畫鬼古的線條 都是有一點碎線 碎直 去營造那種經文的效果 我覺得都做得很漂亮 兩位畫畫家都畫得很漂亮 我又想畫得很漂亮 我又想它很噁心 但又要漂亮 那是挺有趣的 那感覺 我覺得它最好看是這個位 我覺得這兩位畫畫家 因為你說謀塗那些 我是覺得認真地噁心 我完全不覺得它的公仔漂亮 你說有味道 你可以說 但是呢 內豐太郎和伊藤陽耳 我簡直是覺得它的公仔漂亮 它的美少女是真的漂亮 所以我是很吸引它這一刻 那麼噁心 所以我也想企圖 嘗試做這種 可能某圖一雄那些 有一點髒 它的物質處理的方法 我可能會是故意的 因為它是很整齊的 所以會覺得漂亮 而且它根本能畫到漂亮的公仔 你一看就看到 尖尖面 那些擺位是漂亮的公仔 各方面合起來 我覺得它的公仔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畫很漂亮 我又想說 我們不會不看 每次都是 我其實就是 你很非常抱歉 我會想說 你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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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